各位早晨,歡迎收看開市錦囊,我是林梓彤 現在先和大家跟進歐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況 美股星期二假期復市,開始實施T加1結算 三大指數個別發展,導致一度回落超過300點 收市跌幅縮窄 另外納治在NVIDIA夾高7%刺激之下 首次突破17000點的關口 與NVIDIA一起創收市歷史記錄新高 提到導致,收市跌216點,收報38852點 BP 500指數升1點,收報5306點 納治升99點,收報17019點 美國上市港股與托政權各別發展 會控制比本家收市升0.13% 騰訊跌0.7% 阿里巴巴跌1.09% 美團跌0.591% 歐洲股市就全線下跌 倫敦副市有8指數,收市跌63點 收報8254點 法蘭福德X指數,收市跌96點 收報18677點 巴黎Cat指數,收市跌74點 收報8057點 商品期貨方面 市場預期OPEC Plus會在6月初會議上 繼續限制原油供應 加上美國下季的開車季節開始 都帶動油價向上 國際油價升超過百分之一 旗油收市報每桶79.83美元 上升2.11美元 倫敦布蘭地其油升1.12美元 收報每桶84.22美元 升幅大約百分之一 看上今價 其今收市報每桶2356.5美元 上升22美元 升幅大約百分之一 看上最新的命回價 港元7.811 日元157.284 幼元1.086 英鎊1.276 瑞士法輪0.912 加元1.365 澳元0.665 紐山元0.614 美國國庫債券10年期 賺收到405 30年期賺收到4067 看看港股 今天又再捱沽 行節跌162點 最新漲18658點 國企指數跌51點 最新漲6634點 大市成交63億多 剛才看過 拖低大市的有幫 剛才跌到60.25 暫時習幅波動 60.45 跌大約是0.009港元 另外看其他方的股 700最新跌2元 378元 孖革、孖革方面 跌大百分之二 最新跌78.2 這次和大家先跟進到這裡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 稍後再見 遙才蚊欣欣欣欣提提你 現貨黃金買入價 2358.9美元 買出價2359.1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 32.18美元 買出價32.2美元 以上資訊由遙才蚊欣欣欣欣提提供